《法华经》 我们这个世界之外 另外有他方的佛国 像阿弥陀佛在西方 药师佛在东方 相继过的佛是在上方 还有南西北方 以及种种所有的十方世界 都有无量的佛 正在所发作众生 这叫做佛国净土 那么佛国净土究竟在哪里 在西方的宗教说 天国进了 上帝要到我们人间来了 那上帝的天国下降人间 是这样子讲的 当然我们佛教呢 当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 就看到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净土 而所谓佛国净土的意思 在佛教化众生的地方 就是佛国净土 昨天我讲人间净土 我是说 凡是心中没有烦恼 而有智慧 没有怨恨 只有慈悲的地方 你就是在人间的净土里边 那么所谓佛国的净土是什么 是充满了慈悲的心 和充满了智慧的心 你来看这个世界呢 处处啊 都是净土 人人呢 都是菩萨 甚至于呢 都是现在的菩萨 未来的诸佛 我现在请问大家 我们的佛国净土 是不是就在我们台博士呢 心中有净土 我们面前就是净土 以惭愧心来对待自己 以感恩心来看世界 这就是佛的心 就是佛的眼光 以感恩的心看这个世界呢 这个世界 有没有可恶的人呢 最有呢 是可怜的人 没有可恶的人 最有啊 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没有啊 需要让我们去讨厌的人 如果是以这样子的心态 以眼光 看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是不是就像 《阿弥陀经》所说的 诸上三人聚会一处 这不是佛国净土 又是什么呢 所以 佛国净土啊 是在我们的心中的体验 不再有环境的好坏 有人呢 曾经有一位主持啊 因为冤诱 而被关到监牢里面 他在监牢里面呢 做什么呢 人家问他 说你在那边受罪吗 他说不是 我在这里求福 你在这个 说法师你在这里 是做什么呢 他说我在这个地方度众生 他度的众生 就是监牢里面的人 他因为他在监牢里面 所以那些 同时受刑的人呢 都受到他的感动 都受到他的感化 结果呢 跟他在一起的人呢 都会念阿弥陀佛 这样子的一个和尚 是不是也把监牢 当成是什么 当成什么了 佛国净土 用佛法来教化 感化 感化 或帮助 所有的人的地方 那就是佛国的净土 这佛国净土的意思 应该可以了解了 现在我们下边呢 请看我们第一段 让 bliss 佛上摩河河沙八万人 接近 testimonial 相描相菩提不退转 借得陀罗尼勒索变才 不退转法轮 供养无量百千诸佛 与诸佛署这种德本 常为诸佛之所称探 以词修身 善若福辉 通达大志到以彼岸 称名普闻无量世界 能度无量不欠众生 佛国就是由佛 在度众生的地方叫做佛国净土 那我们现在看 释迦牟尼佛在我们人间 在将近2600年前 在印度说法度众生的时候 印度当时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而他在那边度了无量的众生 其中人有菩萨摩河沙 一共有八万人 这诸位一定听到很奇怪 这个怎么可能有八万个人 那个时候又没有麦克风 也没有库大器 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法 有八万人听怎么听得到啊 这是有的可以有形的 有的是无形的 讲是讲八万个人 实际上应该是说八万人听 里边有无形的众生 有有形的众生 多是菩萨摩河沙 好像是夸张 但是从人的眼光来看 好像是夸张 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 应该相信它是真的 他们多于 无内多罗三妙三菩提不退转 这个就是说 对成佛的心不退转 信了佛不再改变了 对佛的信心 对法的信心 对将来自己要求成佛道 度众生的愿心 不会改变 这个叫做不退转 不退转的意思呢 就是说 不管是社会怎么样 第三者怎么样 其他的人怎么样 而我相信的是这个样 就是这个样 我绝对不会改变 就是天下的所有的人 都不信佛教了 我还是不会不信佛教 为什么 我相信它是好的 这是我相信 服法是没有问题 信佛的人 勿用服法 所以有的人是有了问题 但是我觉得 自己没有选 这错误 我运用 应该是正确的 而世家母尼佛 绝对没有 害我们的 我们照着 他的意思来做 来想 来说 那一定是正确的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 因为一点点的小事 而影响了 我们的信心 圣言法师说 斋明寺 是充满文化气息 古色古香的书香门地 2011年法古山桌里 内涵13幅斋明寺建筑之美导览 独特开窗及分离式设计 带您走入百年古煞的历史风情 观世音菩萨 以耳根圆通法门 正的如来妙志 大悲信用言修行组合 即日起 至10月31日 推广特会价七二折 让我们一起来听闻 空性的声音 夫妻是伦理的关系 不是论理的关系 以智慧处理事 用慈悲对待人 照顾自己 关怀家人 你就是家庭幸福快乐的力量 做好新六轮的奉献 好愿就会实现 我在美国 我有好多美国弟子 有一次到我们山上去 做义工 砍柴 砍树 开路 坐到一天下来 他们回去了 他们好欢喜地回去了 他们怎么讲 就是感谢 有这么个机会 让我们来做义工 我们平常老是为了 赚钱赚钱赚钱 而今天 就是为了奉献而来的 所以做得非常愉快 非常高兴 所以今天我们来做义工 就是得到的报酬 报酬是什么 我很快乐 我很欢喜 这种观念让我感觉到 就是伏法 伏法是讲 你现在 种的因 事实上就是对的果 因果是同时的 佛法告诉我们 生命界息息相关 相互依存 佛教与生态学 结合佛教与环境伦理 全面观照地球的生命系统 佛教与生态学 现正热脉中 这个信心的危机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 先生对太太的信心 还有太太对丈夫的信心 当然夫妇非常的 互相信赖的 这是没有问题 如果说有个第三载进去以后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给他说坏话 那不管是太太这一边 或者是丈夫这一边都会想 诶 是我的太太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可能就产生了 信心的动摇的问题 我跟一位基督教的摩斯讲 我说真正的佛教徒 你在任何的情形下 他不会改变信心 同样的 我说真正的基督徒 就是说信心 已经非常坚固的基督徒 你叫他死可以 你叫他不信上帝 绝对办不到 那个摩斯很高兴 对对对对 那请问诸位 我们呢 对自己的家里的人呢 如果没有绝对的信心 我们那个家庭是不稳固的 我们对我们的社会的领导人 没有信心 我们的社会是不稳固的 相反的 我们直接不给人家信心 常常叫人家坏意 那你这个人是永远没办法站起来的 所以信心的一种危机 又是相对的 比如说福教今天已经很兴奋 可是福教徒里边有一些做了我们中国社会 我们台湾的民俗 风俗 说不许可的 说不希望有的事 结果大家就对福教产生了一种信心的危机 这个是相对的 就是说你有这样子的事发生 就有另外的人呢 就对你产生怀疑料 那我们今天呢 所以信心的危机不仅仅是对宗教的 请诸位呢 要把它用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边 在人间 人与人之间呢 诚和信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对于人一定要肯去的信心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如果说有三个人 每天有一个人 有三个人对一个太太讲 说你的先生在外边是有另外的一个 一个什么 说一样 哦 这句台湾话对不对啊 那有三个人对你这个太太讲了 你这位太太应该怎么想 如果你很爱你的先生 如果你真是很爱你的家庭 你要不要相信 要不要相信 不能相信 就是他真的 请你也不要相信 你不相信 但是让你的先生知道 你不相信 才是最高明的 如果你先生不知道 你不相信了 也不行 太太们你们要注意啊 要让先生知道你是不相信 你的先生会觉得 会直接觉得什么 惭愧 这句话很有用啊 他就会回心转意了 否则的话 你 这天的一个人一句闲话 马上把那个醋毯子打破了 到处都是酸溜溜的 那你的先生会对你怎么样 你对于先生 先生对你就产生了不信任 所以 这个不退转 这句话啊 好像是这个符法用 今天我用到这里来啊 好像用错了一样 用错了没有 没有啊 下面呢 接着 陀罗尼 勒朔变才 陀罗尼的意思啊 是指的 是指的 种词 又叫做种词的意思 种词的意思呢 有两种 一种呢 它涵盖着 所有一切的内容 一切的力量 叫做种词 还有呢 言不再多 而要中肯 而要呢 一语种地 那你这句话 就是啊 非常有用 这个叫做什么 陀罗尼 陀罗尼的意思 是啊 繁文 我们翻成中文呢 就是啊 种词 总是 总统的种 词呢 是 是这个手字边 加个式子 我刚才讲了 我们一个人 看这个世界 看一桩事 看一个人 不要吹毛 求刺 专门呢 鸡毛 绿豆 还有什么 蒜皮 还有什么 还有芝麻 是不是啊 不要专门呢 从这些小的地方啊 去计较 而要看一个 大觉 和 整体 如果 这一个人呢 虽然 有一点 小毛 小病 可是 他很有 大的 用处 那 这个人 就是要 接受他 在我们的一个 家庭里面 常常夫妻 吵架 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大事 都是为了 哎 你今天怎么 这个 毛巾没有挂好 你怎么肥皂 你怎么放在这个地方呢 你这马桶 怎么 不是这样子用的 你怎么用到这个样子呢 还有这个门 这个开门 关门的时候啊 你怎么老是啊 用的那么大的声音呢 都是为了这么小的事情啊 就在那边呢 兴兴计较 而使得家里面呢 不平安 如果我们只看 大处看 你看他大的 一个 整体的人的 功能 价值 和他的呀 存心啊 这是最好 因此 我们 看这个世界 有没有希望 你看整体 不要看啊 一点一点一点的 所以一个 大的环境里面 这样一个 大目标 大方向 没有问题 那小事情啊 不需要计较到 可是我们通常的人 都是计较小事情 那个不叫陀罗尼 那个是用小钱 说小话 勒索变财的意思呢 不是一定啊 说滔滔不绝 口若 什么和啊 口若 喜欢和 不是 它是啊 于于重低 讲出来的话 都是啊 势力分明 我有一个在家的 规议地址啊 他 头脑非常清楚 他做主席 主持一个会议的时候啊 很少讲话 不是啊 滔滔不绝的 老是主席发表意见 这个主席呢 他好像没有事 可是呢 当会场里边有问题的时候啊 他站起来 一句话 两句话 会场里的问题没有了 大家吵得要命的时候啊 他一站起来 讲两句话 三句话一讲啊 大家不吵了 这种人叫做什么 乐说便财 他说话的时候啊 也不是 让人家听起来 很刺耳 他让人家听起来 还是蛮愿意听的 这是一两句话 两三句话 就把问题处理掉 把会场的次序维持好 纯素 天然 无人工香料 严选来自 活力大地的五股杂粮 调配出香弄营养 鲜苦好吸收的 优质冲调饮品 让您简单吃 随意尝 点点心意 解解 四十九则 逆转生命的智慧 带领我们超越 封闭式的爱 关照人与环境的 深层连接 疗于自己 也疗于全世界 让您不再窥探 我该怎么办 做事时 都为别人想一想 但做事 都对自己看一看 多体谅人 帮助人 就会发现 利人便是利己 你就是职场 快乐进步的力量 做好新六轮的奉献 好愿就会实现 呼吸既是财富 活着就有希望 多想两分钟 你可以不必自杀 还有许多的呼噜可找 感谢观看 生与死之间 蕴含无限的可能性 如何国得有意义 从生死学中学生死 带领我们探索生命的本质 找寻不同解读角度的生死观 九月底前 向七九折优惠 以最简单的素材 留开 给地球最自在的空间 重新做起 简单过生活 简约人文具系列 让你生活so easy 即日起 简约优惠七八折 现在下边呢 转不退转的意思 那前边呢 那前边呢 讲不退转的意思 我已经讲过 什么叫做法轮 这是个比喻 是把这个福法转的福法转 是把这个福法的弘扬 叫做转伦圣王 统一整个世界的 统治整个世界的一个大国王 我们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子的一个国王 而是在附近里边 是理想中的一个国王 这种国王的称呼叫做转伦圣王 他之所以能够统治全世界 统一全世界 而且还能够不需要打仗 不需要用杀伐流血的战争 就能够统治全世界 原因是什么 他有一种叫做轮 叫做轮保的兵器 这种兵器呢 到了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的军队 武器 自然而然呢 就不能打仗了 这个轮保 所到之处啊 所有的敌人的军队啊 一看到以后 马上把武器 不是放下来 就是举起来 两个手举起来 投降了 为什么 不需要打 这个不需要打 为什么要不需要打 根本打不过 你没有机会出手的 这个余地 你还要打什么仗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轮保 那么把 释迦牟尼佛把这个 伏法呀 形容 比喻 存为 这个 轮保 因此叫做 法轮 那伏法 所到之处 没有 任何人 任何一种学说 一种宗教 能够阻挡他 而并不是 他要杀人 要灭亡人 要征服人 不是 而是呢 伏法的 这个功能 使得人呢 一听到 就会自然而然 自动地接受 因此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转发轮 请问 我们今天在 国富纪念馆 算不算叫做 转发轮呢 谢谢 谢谢 我转的不是 我的发轮 我自己没有 发轮的 我转的是 释迦牟尼佛的 发轮 而 我只是在 介绍 发轮 怎么样子 转呢 是你们 诸位 帮帮我 在推的 你们 一推呢 这个 这个发轮就转了 请问 诸位 如果今天没有 这个会场的 诸位的 听众啊 我这个发轮 能不能转啊 转不起来 一定要有 听众啊 我才能够 转得起来 但是 我只是说 介绍 发轮 转的时候 还是你们转 诸位 接受了 这个任务 没有啊 好 谢谢 不退转的意思呢 就是 法轮 长转 也就是 符法 永远 注释 到处 弘扬 管渡 众生 这叫做 不退转 法轮 现在 下边呢 供养 无量 百千诸福 以诸福 所 之中 的本 所以 供养的意思 有 无责的供养 有啊 精神的供养 无责的供养之中呢 有财产的供养 财物的供养 还有呢 我们体能的供养 财物的供养 就是拿金钱 拿财物 来供养祝福 所以 身体供养呢 就是 替 祝福 来 做 一些 义工 这叫做 供养 还有呢 用精神的 供养 精神的供养呢 比如说 我们为 大家 祈祷 我们为 大家 祝福 这 就是 以 虔诚心 来 奉献给大家 我们 感谢 祝福 我们呢 感恩 祝福 这 也就是 以 新的 虔诚心 供养 那么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将 五两百千 诸佛 这个 有的在同一个时间 可以供养五两百千 诸佛 有的呢 一身有一身 一身有一身的 得遇到一身 佛 然后再遇到一尊佛 一身一身 遇到的不一样的佛 就是五两百千 诸佛 可是 这个地方啊 供养的 诸佛呢 就像 《弥陀经》里面说的 《阿弥陀经》里面说啊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 能够啊 在一餐饭之间 就能够啊 到十方世界 所有一起福国净土 供养了 所有一起祝福 诸佛 诸佛念过《弥陀经》的 有可以 有看到这样子的记载吗 有 那就是说 这些都是啊 这个八万个人 都是 是大菩萨 他们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呢 能够供养一切诸佛的 依族福所 重一切的功德的根本 常常为诸佛呢 所赞叹 今天你们诸位到这儿来 受我的赞叹 你们相信 不相信 也受诸佛的赞叹呢 相信不相信啊 相信 因为 释迦牟尼佛在 说法华经的时候就说 凡是啊 这要有 说法华经的地方 这要有人说法华经 或者是啊 持诵法华经 写法华经 看法华经的地方 就有啊 无量诸佛来保佑 而无量人天呢 互乏 来互持 可见的 我们今天 过佛经典馆 也有无量诸佛 来为诸位呀 作佛 称叹 这个我们实在是 曼达尼佛报 因为是听法华经的关系 是顽皮小神童 也是省事大事 幽默解为基 一修万事修 即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购买高层小说 《易修禅师》 与禅尾京都游戏三位组合 可享优惠价 三百六十元 简单 天然 纯素 含荣营养食专业 以天然食材为基础 配合四季节气变化 将您做出营养美味的四季蝉食 体验平静和谐的蝉滋味 天然温和 无色透明 散发淡淡葡萄柚香 爱护我们的地球 宝贝您的衣物 师父天然茶子洗衣宿 洁净洗衣心上许 最低潮的时候 这个是最有意思的时候 我凭的是什么 凭的一个心愿和毅力 苦没有关系 比如说当时我有个弟子 看到我很穷 他就问我 他说师父 我们这样子下去活得下去吗 我说蚂蚁都能活 我们为什么不能活 我们是人一定能活的 他说出家人什么都没有 这个没有信徒 你怎么能够维持 我说在家人 拖拖拉拉的一个家庭 他都能够活 我们只有一个人都能活不下去 这是开玩笑了 人生什么样子的问题 出现的时候 都是一个好的开始 地球是众生所有 必须照顾尊重 并传给后代 只要用心珍惜 你就是地球生生不时的力量 做好心六轮的奉献 好愿就会实现 下面呢 以词修生 善若佛辉 通达大志 这个非常重要 这几句话很重要 一个是呢 修慈悲 作为一词修生 我们身体的行为 不管是你举手头走 不管是你到哪一个地方 你跟任何一个众生 所基础的时候 你就是要存着慈悲的心 要帮助他人 要使得他人 因你跟他的基础 而得到 帮助 得到意义 我们这个世界的人呢 多半都很自私 跟任何人基础的时候 都想到 首先想到 他对我有什么帮助 我给你做朋友啊 你能够帮我什么忙 我给你基础的时候 你给我究竟有一点什么好处 至少我们要互费 你帮到我的忙 你要我帮你的忙 你需要帮我的忙 互费 如果是仅仅是单方面的付出 这很多的人都不愿意的 这是众生 这是正常的现象 可是呢 如果是学了佛了 你必须要自己 你常常考虑到 跟其他的人基础的时候 你首先考虑到 你对他有什么帮助 诸位有没有听过一个 很好的笑话 曾经呢 有这么一个和尚呢 遇到了 有一个居士来拜访 这个居士啊 首先 他也没有说他是谁 衣服穿的也不是那么的高贵 这个 这个和尚啊 就对他的徒弟讲了 是吧 叫做了 茶 叫做 茶 叫这个什么呢 叫这个居士做 叫他的徒弟呢 茶 然后呢 这个居士讲啊 他是来供养的 他是来布施的 他有一笔钱 这个师父一听啊 这是有钱的人来了 就马上就给他 请坐 然后给他徒弟讲呢 泡茶 然后这一个居士呢 又讲了 说我今天来呀 是有一大笔的钱 要供养的 现在呢 我准备呀 要奉献 然后这个师父一听到很高兴 这是一个大肥羊来了 马上就说 请上座 然后给他徒弟讲呢 泡好茶 这个故事啊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我不知道了 反正是有人 这个文人呢 这个写的小说啊 是写的那故事里边呢 有这样子的故事 就是把这一个人呢 把这个和尚 形容得那么的势利 其实 不仅仅是和尚是如此 我们普通的人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专门骂和尚呢 拿和尚 这个开玩笑 而子鸡也是这种人 所以因此呢 我听到了这个故事以后呢 我 每次遇到 人 或者到了任何一个地方 我首先考虑到的 我能够帮他什么忙 我用佛法 使他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我来 如果让他得不到好处 我打扰他 浪费他的时间 这是对不起他 请问这个叫做什么 慈悲 这个修的要慈悲 修的慈悲啊 不一定是和尚要说慈悲 我们巨师们 要不要说慈悲啊 要 首先考量到 我们跟人寄出的时候 要对人 如何的呀 你要帮助他 那个人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不要考虑 其实 他能够愿意 接受你的帮助 就是对你的好处 你们相信不相信 一本千万利 实在是太值得了 所以以慈悲心来寄出人 跟人寄出的时候 首先考虑到 人家是不是愿意让你帮助 愿意让你帮助 你要感谢他 对你是有益的 诸位赞成吗 这个意思修身 意思懂了吧 懂了啊 是我们的身体 随时随低都要 修行慈悲心 的意思 请问在家里边 能不能修慈悲心啊 对你的丈夫 能不能修慈悲 对先生 这个太太 先生对太太能不能 可以吗 先生都不讲话 对任何人 都应该修慈悲心 都应该想到 如何帮助人 你听到这句话 拿回家用 用一辈子 保证你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下面呢 散入福慧 通达大志 散入福慧啊 是指的 进入福的智慧 我们要试探着 了解 学习 开发 福的智慧 在自己没有开发福的智慧以前 要用福的智慧来帮助自己 帮助他人 然后呢 要学习做 开发自己内心中 自心中的智慧 是跟福是完全一样的 这也叫做啊 散入福慧 也就是说 福的心是清净的 福的心呢 是啊 非常的 高明的 我们用福的高明的 清净的心 所见到的道理 我们借来用 这个叫做 若福的智慧 同样的 我们呢 用福告诉我们的方法 来开发我们自己内心中的 跟福相同的智慧 也叫做啊 福慧 通达大智 智慧有大有小 小的智慧呢 有两等 一等呢 是世间的人 是啊 聪明 灵力 反应快 学习高 修行能力强 这叫做智慧 另外一种呢 是啊 小圣的 自求 解脱生死 自求 出离三界 而不 法院呢 永远 在世间 广度众生 这种叫做小智 圣言法师的童年 不但趣事多 糗事更多 一篇篇圣言法师的顽皮故事 加上精心绘制的可爱插图 独来亲切 又负起发性 大小朋友 都喜爱哦 华谷山独特的蝉跃尽教 体现自然景观 人文建筑 与心灵环保的和谐美感 庄严朴实的佛像 与殿堂艺术 提供参访者身心自在的 当地灯围 地球是我们的家 一草一木 都是我们的家人 只要用心珍惜 你就是让地球 深深不息的力量 做好新六轮的奉献 好愿就会实现 法谷文化 欢度十五周年期 即日起至十一月十五日止 书籍影音产品 全面七八折起 特惠组合四二折起 还有欢喜满额送好礼 让您欢喜阅读 圆满智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智是什么呢 大智啊 是大菩萨 是佛 请问诸位 有一尊菩萨的名字 叫大智什么菩萨 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文殊菩萨又称为呢 三世诸佛之母 也就是一气诸佛啊 成佛的原因 就是因为得到了大智慧的关系 得到大智慧之后 一定可以成佛 所以呢 文殊菩萨是代表大智慧 因此凡是有大智慧 就能成佛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得到大智慧 就能到一彼岸 这个彼岸就是佛的警戒 不仅仅是 说出离三戒 而是呢 就是成佛了 成佛跟出离三戒 稍微有一点不大一样 出离三戒是 逃避 厌离 生死的烦恼 这是小圣人 而到彼岸 始成佛 的话呢 就是啊 能够自由的 在三戒之中 管度众生 只要众生需要 他随时可以生 可以死 不是为了 子异的一报而生 也不是因为 子异的罪报而死 这是为了度众生 而在三戒生死之中啊 来 灵回 来 来去 这种 叫做啊 是大智慧的 大解脱的人 所以解脱有两种 一种是小的解脱 有小的泥盘 一种是大解脱 是大的泥盘 那就是啊 大智慧 释迦牟尼佛 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 好像是说了很多很多的 福法和经典 但是呢 他最重要的 只有两个字 两个名词 一个是慈悲 一个是智慧 以慈悲啊 来 来 带众生 以智慧啊 来带自己 对待自己 处理自己 是用智慧 对待众生 是用慈悲 众生所感觉到的 所感受到的 是啊 慈悲 是谁的慈悲 是佛的慈悲 有了智慧的人 去度 用智慧去度众生 众生呢 所体验到的是慈悲 谁的慈悲 是佛的慈悲 而我们自己 要不要学呢 当然 信仰佛法的人 就是要信佛 学佛 因此 我有两句话 请诸位能够背下来 这两句话 可以把它当咒语来背 很有用 保证有用 大家听着哦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其烦恼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其烦恼 没有敌人的意思 是说 因为有慈悲心 没有啊 是跟自己是 对立的 仇人 敌人 虽然呢 也许这一个人 是对自己不好的 是来打击自己的 是来困扰自己的 是来证慕自己的 但是 我们心中 不要呈怨恨心 还要呈感恩心 感谢心 为什么 他打击我 正是让我警惕 他 来 来 毁谤我 干扰我 正好让我 能够成长 如果 有这样子的心量 那么敌人就不存在 还有 我们心中啊 不管是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不受啊 自己内心的 矛盾的冲突 而困扰 也不受啊 环境跟我们的身体的冲突 而生起烦恼 这 就是要用符法 来化解 因此 要有符法的智慧 用得很恰当的话 我们不会有烦恼 因此呢 这两句话呢 请诸位能够念一下 把它当咒语来念 慈悲没有敌人 慈悲不其烦恼 记得吗 再念一次 很有用 如果不慈悲 你心里边呢 始终是都有烦恼的 因为 不慈悲啊 没有慈悲心的话 我们满眼 都看到的是仇人 是敌人 是坏人 是冤家 是啊 看不顺眼的人 能够看得顺眼 让自己很爱的人啊 你想要占有他 你要想要把它 变成你的财产 变成你支配的东西 这一下心中也麻烦 所以 有慈悲呢 只是说帮助他 让他得到利益 为他设想 关心他 关怀他 而不是要 怨恨他 也不是要 占有他 我请问诸位 男女之间是 互相的尊敬 互相的关怀 还是互相的埋怨 互相的占有啊 很难讲 很难讲 有时候是互相的 关怀 关怀 互相的体谅 有时间是互相的计较 互相的指责 然后呢 互相的 问给 因此 请大家呢 要有智慧 要有慈悲 才能够 从烦恼的 此案 到 解脱的 自由的 别案去 请不吝点赞